7月13日,媒体报道 韩国空军战斗机朝俄罗斯军机开火引爆全球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从各方披露的消息看 韩国人犯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错误 为什么韩国会犯这样的错误 按中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显示 俄罗斯空天军同中国空军首次在亚太地区 进行了一次远程联合巡逻任务 中俄各自出动两架轰炸机 一共出动了四架轰炸机组成混合编队 另外,俄罗斯还有一架A50预警机 不管如何解读 中俄在该国际海域联合巡逻也好 还是训练也好 都是正常的范畴 从韩国发布的轰炸机编队 以及A50预警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分析 也显示出这条路线非常正常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何韩国要出动F-15K、F-16K进行拦截开火 且拦截的不是中俄的轰炸机混合编队 而是俄罗斯落单的A50预警机 一般情况下 各国空军即使在国际空域飞行 不慎进入了他国领空 出动战斗机拦截和呼叫提示是很正常的事情 况且,各国利用的卫星导航系统不同 对定位所在位置是在国际空域 还是误入他国领空是有误差的 但是,韩国人居然开火了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且对俄罗斯军机开火 这种危险的挑衅行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韩国为什么冒着惹火俄罗斯的风险也要开火 分析称 俄罗斯目前同美国正处于全球军事竞争状态 这次中俄首次联合在国际海域巡逻 也是国际军事界的一件大事件 对中俄轰炸机混合编队视而不见 选择对落单的俄罗斯预警机开火 可视为韩国向美国表忠心的行为 韩国人将以此引导美国人在日韩争端上对韩国的支持 相对来说 日本人在此次表现得特别有意思 在中俄轰炸机混合编队飞越这片国际水域之际 日本人虽在俄罗斯军机经过他们航空识别区的时候就知道了 但是一直不吭声 只是在韩国人在声称侵犯了独岛的领空数个小时之后 才声称主岛领空被俄罗斯侵犯 但是这个声明针对的是日韩岛屿争端 而非俄罗斯